就在日本料理店里 一群人扭打成一团 只看到一名男子站在角落 按着手臂不断往后退 以为又是九颗暴冲突 辖区远景立刻到场 但怎么现场这群人 那么眼熟 原来其中这名男子是新竹 三分绝的派出所所长 身中多刀血流如注 赶紧被送往医院急救 王姓所长三号休假时 晚间跟侦察队的同事 相约吃饭 来到新竹这家日本料理店 但他前脚刚到 后脚这名男子也跟着朋友到了 就这样刚好巧遇 而他是曾经被逮到 移送法办的枪套弹药前科犯 坐在附近嫌犯认出 他就是当时难民警官 偷拿了厨房的生鱼片刀 冲上前就砍 造成王姓所长缝了八十多针 犯后董姓嫌疑人立即遭 本级同仁制服逮捕 仅信后依三零未遂罪 移送地检署侦办 并申请法院积押获准 目前他任职于新竹第三分局 中华派出所所长 去年底时都还在担任侦察队员 因为董姓嫌犯曾在大街上开枪 更被检举涌枪自重 被专案小组锁定逮捕 因为这一判刑确定 可能是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他疑似一直怀恨在心 直到这天这么刚好 在餐厅巧遇 也认出就是他 借酒壮胆 竟冲上前寻仇泄愤 TVBS新闻 陈世民先轮新竹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